台湾南投五届的魅力,秘境走透透 五届是浊水溪山谷中的布隆族部落 早期泰雅族与布隆族以此地为界 户部清泛得名五届 高空了看浊水溪谷五届部落 自驾车来到五届阿米伦民宿 准备两天的时间探寻这里的秘境 这家民宿颇具规模 位于五届山口冲击山上 这里海拔大致八百公尺 面对着色大山的毛毛虫山 驱车驶入佐水溪河床 见到漂亮的金黄绿的水棉及红瓶 红瓶是水深的蕨类植物 夏季时为绿色 幼时为绿色生长迅速 冬季低温时内含花青树 群体呈现一片红色光谷 又称满江红 可作为农田的有机肥 也可作为鱼类及家宿的飼料 冬季时西谷红瓶生长有望 西谷成大地的画布 彩艳缤纷灿烂 非常美的云南布满梯田的红瓶 摄影者的天堂 观赏红瓶后 驱车沿佐水溪河床往下游前行 眼前古地拱桥是座饮水渠道 将佐水溪上游的水引水至日月潭 维护日月潭的水量 引水渠道下游一起石 非常神似一尾鱼 张着嘴 身上有突出的鳞片 从岩壁游出来 当地人称韩国鱼 经过韩国鱼起石 沿河床继续前行 前面这堆岩石 当地人称圣金石 传道者站在岩石上方 向聚会的布隆主传福音 驱车来到一线天 一线天的入口 这里属佐水溪的上游 溪水下切岩石经过千百万年 将山体切成两边陡峭的峡谷 看过去只见峡谷的一片天 得名一线天 山谷岩石壁纹理非常的美观 岩石纹理十分优雅 从另一面观赏一线天 在西东有许多大小的起石 要清潇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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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起石 当地人称龙文石 也是布隆族的幸运石 因环保严禁游客捡石 但可在摊位上买到你所喜欢的起石 五届的田园有印加果 可榨果油 原产地南美洲 目前是最夯的食用油 有一大片印加果园 藤壮的果树 果实累累 穿过这隧道 建到路边的五届水库 这是五届吊桥 桥下西中 又建到水棉及红瓶 五届部落的黄昏 前面为左手 大山 五届吊桥叶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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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五点 驱车前往五届山 茶园观日出 九湾十八拐的山路 车程需要五十分钟 晨熙见明 正看到云铺出现 银续瀑布状 翻过山头下降 美丽转观 气势十足 淹土看到云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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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路蜿蜒 车一直往上爬 穿过银路 到达五介山茶园 海拔当在一千四百公尺 前面是卓舍大山 山坡上近是茶园 与云海齐飞 云海漂浮满山满谷 这里是云的故乡 月亮海高挂茶园上 对面是甘酌万山 是日出的山头 我们正等待日出 这是猫猫虫山头上的观景台 火红的太阳爆头了 虚日东升大地苏醒 金线式的阳光 穿透云的故乡 观赏日出后 下山回到五介阿米伦民宿 城间的五介谷地 山南飘飘 我们继续前往五介水库 从山道高处 从山道高处观赏到 峡谷下的银水渠道 也见到深谷下的圣金石 须流山谷 须流山谷十分陡 昨日我们还在河床上观赏圣金石 陆边可观赏到石灰眼形成的水波石 石壁上看到无数如吊中的石灰眼 好像花堵展开 也被称之为石花 再次回到佐水溪河床 前往五介水库 前面是横跨佐水溪的石原吊桥 这是通往五介水库的好汉坡 首先到达石原吊桥桥头 这座吊桥始建于1917年 民国44年再翻修 吊桥上观赏佐水溪景观 开始登好汉坡前往五介水库 路边库栏上的绘画 据说是当地学生化的 前面就是水库所在地 山欧下的聚落是五介部落 山谷下的石原吊桥 走上观景台 首先见到一座土地公庙安宁公 这座五介水坝完工于日记时代的1934年 拦截佐水溪主流及其支流万大溪的水 利用引水道将这水库的水引到日月潭 调配运用花电及民生用水 由水库这里有一条山路走45分钟 抵达迷人的摩摩纳尔瀑布 从水库回到佐水溪河床 来到五介水坝 这就是五介水库的排沙及南沙坝 至此完成两天五介秘境之旅 谢谢观赏 谢谢观赏 谢谢观赏